近日,一名九五后女生,因发布其在养殖场养猪的视频引发关注 不少网友被其生动的饲养生活所吸引 随着饲养员高颜值的处境,有网友也对她的工作选择充满疑问 海报新闻记者联系上该博主,她告诉记者自己姓周 这份饲养工作月薪只有5000多元 每天工作8小时,因不需与人过多地打交道 让她感觉像梦一样自由 日常工作主要围绕着与猪的亲密接触展开 包括在猪生病时进行治疗,以及在母猪生产时为他们助产接生 小周表示,这份工作她已经做了两年了,很喜欢 自己是学汉语言文学的,上岗前进行了培训 厂里年轻人也很多,还有很多未毕业的实习生